冤架片最近在国内引发了话题 而成功领今年第一次举办的暑期战斗营 报名也非常的踊跃 尤其当中有不少的女同学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一样非常勇敢 像是从九米高台上一跃而下 胆势也不会输给男生 高高高度只靠绳索绑住 脚下就是三楼深的地面 虽然安全无余 但内心恐惧 全身还是抖个不停 好一点他在发抖 我少了你们来加油 加油 虽然是战斗营 但正规的训练一样都没少 站上九米高的柱子 前后都没有支撑 女学员咬牙大喊 最终还是得往下跳 请跳 第一次跳的时候什么感觉 很刺激 站在上面你会怕吗 不会 但是大挑战除了空中飞人之外 还有攀岩 看似容易却不简单 加油 加油 台下一堆人等着看 怎么能够亲言放弃 这位女学员豁出去了 一举宫顶之后也付出代价 汤口味可以放 你走怎么了 就没有用力过度啊 平常我们有在运动 现在是在走吗 对啊 现在在走 军教变热引起话题 成功领取办第一届的暑期战斗营 吸引快四百名学生参加 烈日下实战操演 尽管汗水湿透衣裳 学员们都觉得超级过瘾 加油 民事新闻林静龙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